南少林 五行 柔术 是什么拳法将这三者荣于一身 行驰宫的名称又有着怎样的由来 而历史上福建莆田是否真的存在有南少林 搜拳记之南少林五行柔术 此夜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灯火男生 子夜有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如约走进今晚的子夜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位武林高手在这个前台 给我们打的这一套拳法 叫做南少林五行柔术 先来说说 为什么叫这么长一个名字 这么多个字 这个名字还跟什么有关系呢 对 像我们录的有什么太极 把刮 茶拳 通辈拳 念起来也特别上口 您这南少林五行柔术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南少林五行还有柔术 这分别就是代表这个权术的几个不同的特点 南少林五行柔术是各种特点 南少林是说的是它这个传承的来源 它是属于南少林的这个武术普系里面的一种 五行属于它理论的这样一个来源 比方说积木水火土这样对应的这样一些 为什么跟积木水火土有关系呢 这物行它就是积木水火土 从这个物数来讲 它就是对应了咱们内脏了 就是那个 内脏 心肝脾肺肾 对 说话表上了 积木水火土对阵的是心肝脾肺肾 然后这个柔术其实是它的一个这个权处的外在的一个这个特征 看起来特别柔 所以它就叫柔工 柔术就是看起来的 我这么普通理解看起来比较柔和 对对对 看着缓慢柔和的 这就是南少林的特点 南少林特点 它是南少林就不是这个地狱嘛 它是在福建普田 福建普田 福建普田南少林 从那边传出来的这个物性柔术 你的物性它降得很很透彻 这个柔术呢 就是你刚才说的 从外表看 不管内行也好 外行也好 看着比较柔和 输了就就表示了它里头的内涵了 刚才这个咱们表演的 它练的这应该属于是掌法还是什么 它这个 一开始这位老师傅 它这个列子就是其中物权物杖 四十二性子宫和对列 它刚才列的是四十二性子宫 这个四十二性子宫 这个老百姓教法就叫柔术 每天晴晨在太原市玉门河公园 都有这样一群武术爱好者在跟随一位长者西武 而这种看似轻松缓慢的操练动作 却有个响亮的名头 少林功夫 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少林拳法刚进荣盟 似乎属于典型的外加拳法 这与李国瑞习练的南少林五行柔术 几乎有着天壤之别 动作如此缓慢柔和的南少林五行柔术 与少林拳果真师成一脉同出一门吗 北少林与南少林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搜拳即知南少林五行柔术 此夜正在播出 在中国 少林武功威名远扬 在很大程度上 与一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有关 在隋朝末年 正是由于少林十三五僧的打救 唐王李世民才得以逃脱贼寇王仁泽的迫害 而登基之后 一国之尊的李世民对于少林寺的恩典 使少林武功得以发扬广大 少林寺的名声日龙 你看提到这个南少林五行柔术吧 总之治疗和这个历史靠增是南少林是背少林的狭约 老百姓讲话就是徐晓的讽晓一样 哦 明白了 是从唐代以后 因为这个隋墨战乱的时候 当然有一次这个不是叫王世充 王世充围攻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 然后当时请求这个 当时包围这个地方里面有这个少林寺 然后呢 这个李世民就写信给少林寺里面这个僧众 说你们从内部做一个侧应 咱们把这个城也攻下了 然后就作为内应 然后就把王世充给打败 走得凉目而起 对对 然后呢 这个李世民呢 后来就给这个少林寺一个特权 就是你们这个僧众就可以练武 可以一直练武 因为其实这个统治者都不愿意下面这个民众练武 但是就专门特许少林寺 少林寺可以练武 而且少林寺呢 他又就是他又当时叫僧团 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僧团就派出去 那南少林呢 就是他当时的这样一个 其中的当时好像二十多个这个僧团 这个五僧团这个派住点 其实他就是一个派住点 那就是从北少林派过去 这么理解就对了 那建议苏老师您从小学习这个北少林的功夫 您跟我们说的这北少林和南少林 这个功夫上面有什么区别 北少林呢 大部分却都是这个刚吹梦 对 这个出手熊手呀 夹着打呀 这个精力松打 您的意思是北少林的功夫就是速度特别快 很迅猛 他胆烈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堆 比如说要和人动手和堆烈 这些就是另外一种解极的方法 要是从平常联系的方法来讲 大部分是这个背方和南方的 这个截然不同就是量重景景 对 你刚才烈的那个就是柔满 这个背少林的就不是那种风格 少林寺就没有没有所谓的权术 之所以出现少林权这样的说法 就很晚的很晚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之前他都叫柔术 他所有的权术 就是柔术是权术的一个总称 哦 因为我们我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就是外加权就是很迅猛很快的 而咱们好像就是有种说法 是内加权就是像太极 这属于内加权 修身养性的 还有这样的区别 宋老师要不您给我们比划比划吧 您看节目开场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南少林五行柔术的缓慢和柔 您刚才说了 北少林呢特别迅猛 特别快 特别刚强 您给我们来示范示范行不行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也特别适合 这是北少林 我们看南少林 这就是五行柔术 好 谢谢宋老师 宋老师请 感觉很秀美 很柔和 但是有一种内在的这种力量在 我连这个北少林和南少林 有既然的不同的地方 咱们三西人都知道这个粗 而且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水土关系 人人人都需要吃点粗 它那个粗呀就是我们都实实在在品国 就是三西粗 宅讲粗 正讲粗 还有这些其他地方的粗 都交粗 围刀既然不同 但是水味是个共同点 兜酸 对 所以这物俗它 粗糙节省就是姐姐 最后是养这个 养生 保健 养生 保健 这是它是个宫星嘛 自不过是分隔不同 长时间都是在地上躺 你也大家是不消停 我躺 哎呦 我是练技术吗 我这不一定是真的 怎么不闹 快得说 都躺着一看 都在这个地方 人有弹性 小时候就挺胖的 练了第二天就来说不可能 红铜通辈 五行柔术 带是心意 迥然不同的武术门派 记忆深处的传承故事 5月21日至25日 此夜为您呈现 于北少林泉 风格迥异的南少林五行柔术 虽然看上去缓慢柔和 但在实战搏击效果中 却绝不逊色于风格硬朗的北少林泉 究竟如何 嘉宾现场演示一键分享 搜拳记之 南少林五行柔术 此夜正在播出 南少林五行柔术啊 你看这个名字特别长 但是它还有一个别名 就三个字 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叫呢 咱们有短片 到短片中去看一看去 他实验的这种少林拳法 叫做南少林五行柔术 因为这种拳术动作相对缓慢 这种拳法又被叫做行驰弓 即为行动驰缓的意思 目前南少林五行柔术 仅仅在山西太原很小的范围内流传 然而就是这种看似速度迟缓的拳法 却有着出神入化的实战搏击效果 本者在实战中能置敌于瞬间的目的 南少林五行柔术 摒弃了华尔布时的讨论 转而将洗脸的重点放在了全身各个关节的锻炼中 运用内力使全身各处关节能随时灵活发力 协调配合 而不是仅着礼于异点迅速出击 这使得南少林五行柔术 赖带的表现比较迟缓和枯燥 而行驰弓的别称也由此而来 您看这个行驰弓也说明他这个行动非常的缓慢 然后打起来呢也很柔 我就想哈 你说这样一套拳法它怎么能有攻击性呢 您这人家都打过来了 你这样还柔柔的再推出去 这不是早被打斩了吗 这个行驰弓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它就是 行就是动 动 哦 吃就是慢 慢 人的心 这个胜利结构是什么情况的就是 快到极点就慢了 哎呦 很有主意 慢到极点就快了 快到极点就慢了 这人和极节是个最大的区别 那您这么说我的理解是说今后 你开的是慢 它爆发的时候 拥的时候就快了 你开的快 你闭个例子 三下大不住人 你就埋下来 其实我这么理解 其实都是相对的 对 就是看着慢 可能它出手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化的 其实就很有可能快起来 是的 你看你挺快的 但来一个比你更快的 你其实就慢了 对 宋老师还有个意思就是 就是为什么老强调这个机械 它是一个 就是动力是就持续不断 但是人的力量 认不行 就是如果你很快的一下打出去 打出去之后没有打中人 其实相当于 然后别人即便有很慢的动作 可能直接一下就打中人 就是这种命中目标的有效性 这样的 它要用哪海力 要用哪海力 这就是通过这个 它这是从经济上来讲 所以它心持 它不是说是行动自怀 武术往往都是这样 就是习练的时候可能是一种状态 实战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比如说练法呀 打法呀 演法呀 不同 对不同 就是不同的套路 什么的风格 既然在实战的时候 跟我们练习的时候不太相同 刚才已经练了 给我们来段实战的吧 我们来看一看 听说宋老师 您今天也带了这个 专门对战实战的这样 一位师兄弟过来 请上来吧 张琪今天看对你的欲望特别强 对 因为总是在电影中看到 确实真人这么对答 我看得很小 那您一个人不行吗 我就想过过瘾 我再交一个 来 还有同伴 来 有请 那个可以在 玩 玩的时候 别早起来 提牛抓牛式 提牛抓牛式 那个早起 这就是提 就刚才您那个动作 哎 哦 哦 哦 他是要动的时候 憋的时候 哎 哎呦 哎呦 天呐 哎呦 哈哈哈哈 我们再也不说 这个是行迟工了 哈哈哈哈 明白了 看明白了 行动很迅速 看看 薄反的时候 他是腿 哦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两位武林高手 嗯 我看明白了 其实他这个慢 是就是迷惑敌人的 对 让你看上去好像挺慢的 你看我这也不行 但是呢 这最后一下 迅猛的这一下 就把你制服在地了 对吧 对 这也是行迟工的这个真正含义 我们也算是明白了 嗯 看似动作迟缓的行迟工 出拳速度 却极快 行迟工的名称 缘合而来 他又是怎样流传到我们山西这片土地上的呢 搜权寄之南少林五行柔术 此片正在播出 你看这个曲谱呀 这是我师爷的清别 清别的收场 您师爷是 师爷是动袖手 啊 师爷是动袖手 你看这就说是 师爷是动袖手 师爷是动袖手 在清过去 兴臭年 到了这个野井 就是我们现在的背景 胡杰 就是利子营先生 开始才知道有五行柔术 从而少爺也 就是拜利子营迷失 靠其说自阅了 帖手 之处 他的业业 就是少林 苗带才是 一个苗带才是 还写上三四名名 五川塔人 古了写在四人少子 一本泛黄的全谱 就是目前南少林五行柔术 全部的记载 而从这部 由第三代传人 董秀生亲笔所写的全谱中 关于南少林五行柔术的起源 也仅有师从庙丹禅师这样的描述 庙丹禅师究竟是谁 翻阅点击 翻阅点击 进行考证 一个更大的困难摆在面前 辩方历史记载 福建南少林存在 到现在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这张南少林五行柔术的传承图 清晰地显示 从康熙年间南少林被毁 庙丹禅师将南少林五行柔术传出 到第六代传人李国锐 席列南少林五行柔术的弟子 并不是很多 福建兴建了多处南少林寺庙 据记载 由于后来清朝康熙皇帝的焚烧 如今在福建全境 已经无法找到一处南少林的踪迹 而福建南少林究竟在哪里 至今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您刚刚也知道了 这个南少林是在福建 那现在南少林还在福建吗 还有没有这个旧址的 传说是烧了 烧了 什么年大大它烧了 为什么就烧了 康熙年间 千龙年间 康熙年间烧了 火烧南少林这个传说 本身来说 它叫传说 也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东西 和原来的事实有出入 当时火烧南少林 按这个现在来说 就是真正有资料记载的 这个资料是在广东三合会的会部 什么叫会部 就是一个地下的会党 然后这个资料里面说是 这个清朝的清军 就是把这个南少林给烧了以后 然后南少林有所谓的 咱们看 烧林五祖 这样的人 然后 从这个被烧毁的少林寺里面逃出来 然后把这个南少林的武术 这个开枝散叶 这样的 从这个资料上来看 但是这个资料呢 后来被证明是 就是三合会部 就是复会 所以就是说 从史实上来讲 就是清军并没有烧过这个南少林 但是我们听说 传说 就是烧了这个少林寺 烧过少林寺 烧过这个南少林 烧了以后 他就泡出来四个和尚 我们这一支子就是 苗丹和尚传下来的 你们这一支就是 那四个和尚传下来的 其中的一个苗丹 他传下来的 苗丹禅士 他后头泡出来以后呢 他就泡到河背了 泡到河背以后呢 就交了一个人 叫利恩约 利恩约有交给他的孙子 中间这个 这个他这个耳子本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咱们也不太清楚 就是没有交给 但是他耸着和他学了 哦 学老以后呢 他耸着有跟 这个沃沫这支 就是咱们山西台原台国人 到 叫洞修省 这个洞修省呢 又去河背 他泡到河背来 就是 就是 这一套 就这个庙带才死 对 这个洞修省又去河背 学老的这个东西 哦 学老这一套 就这样 揣毁咱们山西来 您当时听到的这个是 就是烧这个南少林 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当时就是 那和你的原因是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就是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还是假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也就是这一群人 不管是三合会 其实所谓三合会和鸿门啊 就是这些东西都有很多的联系 就是他们肯定这群人是反清政府的 就这点是非常确准的 但是至于说 有没有火烧南少林这种事 是 就是资料上没有 就明确的 包括 我们刚才在外面也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包括有没有这个庙单禅师这个人 或者 现在呢 就是说 现在提到庙单禅师 就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董秀生先生的这个 你这个资料是你整理的 还是国家整理的 还是是靠整出来的 不是这个 你能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你看 你看 这个外面就对差 到这儿还接着对差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说法在维基百科里面 就是维基百科就提到这些东西 就是包括火烧南少林 维基百科都有 对维基百科都有 就维基百科就就就就 他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非常 我想和你说的意思就是 你所说的也是民间传说 乖这个武术资料呢 就是这样呢 尤其这个建坊以后 沾摸一切这个武术 从沾摸 国家就不叫武术 就叫国书嘛 国书 叫中国的国锤 所以叫了国书 民国的时候叫国书 刚才这个彭城 对于这个火烧南少林 有一个说法 这个我们的宋老师 对这个传承也有一个说法 其实不管说法怎么样 我们需要就是说是不同 不停地去传承 而且有经验这样的人 可以把这个武功 可以去发扬光大 是这样的 对 宋老师意思是 搁置这个来源的争论 不用争论是谁 哪来的了 就看这个拳好不好 就是看拳好不好 就是看拳好不好 但是你们这个拳 练得特别怪是不是 怪的哪呢 刚才你说 我们看着挺好的 这不怪 这个不怪 你还没有看见他怪的时候 你想不想看一看怪的时候 特别想 短片中咱们专门有一条做到了 咱们去看一看吧 好的 这根看似不起眼的木板 在南少林五星柔术中 却是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这上边席练的南少林五星柔术 在对抗当中 木板弓 木板弓 会为这种拳法 增添巨大的杀伤力 这种看似怪弓 这种看似怪异的动作 并不是习武之前的预热练席 而是南少林五星柔术最为基本的四十二个动作之一 而像这种单调重复的席练 则是保证南少林五星柔术在对抗当中 能够随意地缠绕对方 能够利用弧弦的行权原理来破解对方的攻击 一根用普通马线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辫子 长约章鱼 是五星柔术洗练者必备的练弓用具 这种弓法叫做麻辫弓 是南少林五星柔术中最为基本的洗练方式之一 洗练者对柔软的麻辫发力 在反复的缠绕中 感悟的正是南少林五星柔术最精华的武学秘诀 如此奇特的练弓器具您见过吗 如此独特的练弓方式您尝试过吗 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玄机 嘉宾为您现场讲解 搜拳记之南少林五星柔术此夜正在播出 我们在短片中看到了 这个动作的确像彭承说的 就是真的是有点怪怪的 我在想南少林五星柔术 他之所以传承人不是很多比较少 是不是跟他这个动作练起来怪 比较难看也有一定的关系 动作怪 我说的怪是他练弓的一些这种 器械比较怪 比方木板 比方辫子 您看这儿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吧 这个就是用马别下的别子 来连这个自拱和受拱 自和脏 其实从他们这些功法 包括练功这些器械 就能看出他们确实是南少 是不是南少林五星柔术里面 这种麻鞭是算是他练习的独有的 对他都有的 这么着 这么多不用 那个来 那个彭城 你就受累啊 你拿着 你看我 我一踏的受 当这个车就行 不是 您教教我这个辫子怎么用 啊 平常咧的时候吧 彭城来 抓着 你就是那棵树 别动啊 练的时候怎么练 您教教我 又练定步的 好 定步的 这有点像抚摸头发的感觉 柔柔的顺顺的 哦 我试试 这定步 哎 这样子 哎 宋老师 这样 宋老师练这个动 练这个动作 就是 这个动作咱们叫什么呀 这是绿马叠 绿马叠 绿马叠 哦 那就是其实就是实战当中 这就相当于人的一个胳膊 那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的练习当中 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哎 对 42个动作里面 您刚才说的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 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就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招数 比较 我们说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这种 他这个乖的就是又一个叫定息抽筒 啊 定息抽筒 你刚才 顶息抽筒 哎 哦 定息抽筒 定息抽筒 您给我们比划比划 上次定息抽筒 嗯 定息抽筒 哎 哎呦 火 哦 哦 这个广看名字想不出来 这是翻江脚海 翻江脚海 哎呦 漂亮 这个南少林五行柔树哈 和这个太极拳有点像 都是缓缓的柔柔的慢慢的 这两者之间就是能区别出来吗 反正我这个外人看我觉得挺难的 您二位专业了 对 虽然我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这个 呃 呃 董老师传承这个五行柔树的时候 因为他因为他练习和太极 他都有这样的这样的这种全种的练习 会不会对原来的五行柔树会有一些改造 从人家来讲和历史服来讲没有改造 有些人就改造了 尤其你连过其他缺种的 对 你要没有连过其他缺种 这个一叫他就 哦 你叫我的就是这个文我就找你这个文去 一开始都是磨放 嗯 但是他要是紧过这个其他缺种 要像是冲冲催催连成这种 他就费劲了 台积卷的缺种和这个缺种是又相似的宫殿 对 都很柔很慢 对 公共同殿 也是约终曲子 台积卷是约终曲子 啊 你看那台积土 对 台积土是约终曲子 我们这个是双圈 双圈 双圈 双环 两个圈 双圈 双圈 两个圈 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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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台积是约终曲子 这就是它的曲子 哦 哎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您看这个圆中带点 就是您看这个圆中带点 比如说咱们刚才练的那个那个招式 那一抽那是不是算一点 对 太极的时候圆中取直 比如说他这样的打出去 这样的比如一个西瓜切两半 这个就是直 而且这个42型子宫这个柔术呢 别排的太可学了 就和这个人的胜利就太可学了 非常适合养生练这套拳 养生节省 像我们从小连续的 就是还想利用这个东西 也要和人懂瘦了嘛 就是人家别排的也能懂瘦 也有实战性 也有实战性 这个你比如说是上了年纪的人呀 或者身体高得个满行病 身体不好的人呀 连连确实是受益费借 因为我们连了多少年 省收这个里头的医呀 对这个养生节省方面 得了好处了 正是得了好处了 不管是年轻的老的 奶的女的这个确实是有好处 哎鹏城你看这边是跟师叔 师叔也在难得的机会 一起练练没 可以跟师叔学一学 我还没学过这个 哎 好 那个练的是什么 顶期直到膝盖和尾履呢 从物语来讲叫尾履 老外语叫皮股 哦 尾履 起 现在有样做从这儿分开 从这儿分开 从其马等等 其马等等 好像在往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